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的是沙岸 通常河川与海流速度较慢 水中的沙石容易沉积形成沙洲与沙滩 海流所夹带的垃圾也较容易堆积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沙岸都会堆积那么多的垃圾量 像是台中市高美湿地 就是集赏心悦目的沙岸地形 那我上周去的夜流是属于哪种海岸类型啊 夜流属于甲湾海岸 由于突出的甲角附近的海水流动速度较快 不利于堆积 因此少见海流带来的垃圾 周年受强力海水拍打的沿岸 容易造就出各类奇岩怪石 像是新北市瑞芳区深澳渔港旁的甲角 就有一个看似大象正将长鼻子深入海水的特殊景观呢 想不到台湾的海岸有这么大的差别 没错哦 台湾本岛四面环海 北部、西部、南部和东部海岸线各具特色 依其海岸类型的差异可分为四类 北部、甲湾海岸 西部、沙芝海岸 南部、珊瑚礁海岸 东部、断层海岸 我想到最近老师出了一份地理作业 要我们解锁台湾岛的海岸 不如我们就各自选自己有兴趣的海岸类型进行研究 大家觉得呢? 富裕 也请大家选出自己最喜欢的景点来分享吧 不错哦 那请大家别忘了要由老师交代的重点哦 耶 北部、甲湾海岸 三雕角至淡水河口 我选择北部、甲湾海岸作为我的主题 这里海岸多数奇岩怪石的岩岸 海岸线多曲折 麦麦 你有提到北部、甲湾的海岸线多曲折 那是如何形成的呢? 由于北部、甲湾海岸的岩层多属于软 硬岩相间排列 硬岩处因抗侵蚀能力较强 容易成为突出的甲角地形 软岩处因为抗侵蚀能力较弱 所以多成为海岸 还有我发现 除了耶柳 台湾本岛的吉北点、富贵角 吉东点、三雕角 皆属于甲角地形 也位在北部的海岸线段内 这么说来 有甲角屏障的海湾内叫风平浪静 应该叫适合披建港口吧? 没错 此处湾澳有不少的渔港、火山港 适合捕捞渔业与航运业的发展 卯澳渔村、深澳渔港与基隆港都是哦 我来补充甲班海岸的地名用字吧 海岸突出的地形 常见的地名用字是甲、角和鼻等 海岸内凹的地形 则常见的地名用字为 湾和澳等 所以鼻头角也是属于甲角地形咯 是啊 它正是龙洞弯旁的甲角 这里的鼻头角步道能看到270度的海景 是周末假日踏青的好去做哦 我探究上岸地形景观之后 发现除了高美市地外 还有不少沙岸美景 很适合发展观光活动耶 我看地图上台湾岛的沙岸 主要出现在西侧与宜兰县境内 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台湾这样长的河川 多出现在西侧地带 河口处附近的泥沙堆积作用旺盛 海流飘沙也容易堆积至岸边 南建沙洲和西湖等堆积地形 另外 在宜兰县境内 则是受南央溪的影响 溪口附近一带 也会出现沙岸地形 记得去年到台南七谷旅游时 有看到盐田 一大片白茫茫的景色 好像雪一样哦 导游先生说 因为当地海水深度浅 且沿岸平原广 加上全年跟季时日常 非常适合发展晒岩业 沙岸地形除了适合晒岩之外 还适合什么产业发展呢 山岸地形常见的产业是养殖鱼业哦 大致分为三种 在陆地上有附小水车的鱼温 在潮尖带养科 在前海上进行相往养殖 我补充一下 潮尖带续植海陆的交界区域 随着海岸地形不同 及潮系大小的影响 潮尖带的宽度 可从几公尺到几公里宽呢 台湾最大的潮尖带 主要在西部海岸 像庄华县王宫一带 还有黄牛柴水 来协助渔民运送科货 早期汉人拓肯 多聚集西部平原 沿海港口的需求应该较多 但沙岸地形多泥沙 且还浅 这里的港口要如何避见呢 你问得很好哦 由于西部海岸常见堆积地形 长年泥沙堆积之下 海岸线持续向前推进 许多西湖都陆化成为陆地 因此在西湖一带建立港口 要特别注意雨沙问题 例如今日台南市安平区一带 也就是古代的台江内海陆化的结果 现在的港口多需要新建防波堤 来阻断波浪的冲击力 以维护港口的运作 例如由西湖改建的高雄港 皆设置了防波堤 南部珊瑚礁海岸 封港至续海 我选择探究南部珊瑚礁海岸 因为我喜欢碧海蓝天的墾丁 可以在那里浮浅 观赏壮丽的珊瑚礁 为什么珊瑚礁海岸 主要分布于台湾岛南端 因为珊瑚礁 喜欢温暖且干净的热带海域 其实珊瑚礁海岸 除了分布在台湾本岛的南端之外 澎湖群岛 日岛 南宇和流球鱼等处的海岸边 也有分布哦 那珊瑚礁海岸是如何形成的呢 珊瑚礁是前海地区 许多造胶珊瑚蟲 从死亡后流下来的骨骼残骸 再与其他石灰植藻类 和贝壳等交结堆积 形成大块具有孔隙的钙质胶体 当珊瑚礁附着沿海的海岸线 就容易形成珊瑚礁海岸 海底的珊瑚很美 但是交结堆积后的珊瑚礁岩的表面 可是很锐利的哦 除了浮浅之外 珊瑚礁海岸地区 能弯水上摩托车吗 珊瑚是很脆弱的生物 我们在观光旅游时 应该减少对于当地水质的冲击 不止珊瑚有可能会白化 其他海底生物多少也会受到波及哦 你们知道吗 屏东县墾丁是台湾第一个国家公园哦 墾丁除了有迷人的海岸风光 还有保存完整的热带季风铃哦 最后换我介绍东部断层海岸 此处最值得一游的景点 是泰鲁阁国家公园内的清水断崖 山海相接气势磅礴 这里的海岸 与其他三处海岸类型有何不同呢 由于中央山脉北断 和海岸山脉的走向 大致与东部海岸线方向平行 且彼此紧邻 因此海岸地形多为陡直 沿岸平原横窄 大型鱼港和商港不多 当海浪直接拍打陡直的断崖 是否侵蚀作用照旺盛呢 台湾东部沿岸地区也能一居住啊 是的 当山脉紧逼海岸 且山脉走向与海岸方向成平行状 沿岸平原多狭窄 虽然东部沿岸平原面积狭小 不过此处 上有利物锡和秀孤卵锡等河口冲击扇 鸡花连石涕坪等海石平台 都是当地人民生活利用的主要空间哦 若想在台湾本岛四周的海岸 依序看到珊瑚礁海岸 观光彩科车 三雕角灯塔 和清水断崖等景观 其四段海岸的顺序为和 答案是 南部海岸 西部海岸 北部海岸 东部海岸 我们把大家查到的资料会整出来咯 看完这个单元后 你能了解并比较台湾海岸类型及其特色吗 还有哪些我们没有提到的海岸特色及景点 期待更多人分享台湾的海岸之美 请留言在下方告诉我哦 中文字幕by như蒜